OSTube介绍 现在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做OSTube的系统 利用这个系统,你可以架设一个拥有类似YouTube功能的网站 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利用OSTube架设一些视频资源网站 去将视频教材或者校内活动的片段分享出来 OSTube是收费软件 但是它提供了社区版本给非商业用途的用户免费使用 OSTube的开发是基于开源软件,Linux系统 所以安装OSTube搬方的系统是要求在Linux, Unix或者BSD系统 同时也需要安装了PHP 4.0版本或者以上 以及安装了MySQL资料副系统用来储存视频的资料 虽然官方规格并没有说支援Windows系统 但是也有系统管理员成功将OSTube安装在有PHP MySQL的Windows系统上面 而OSTube的优点是它本身已经内建了一套内容管理系统 可以令用户很方便地上传一些视频短片 当OSTube将视频短片透过网页显示出来的时候 是利用Flash Video FLV格式显示的 而OSTube也可以安装格式转换系统 当用户上传一些普及的视频格式 系统就会自动作出转换 虽然OSTube的功能已经非常强大 但是也有它的短处 它所用的FLV视频格式 在苹果电脑的iOS系统里面是不支援的 令到iPhone和iPad都不能播放OSTube的网页 所以在决定使用OSTube价格网站之前 要留意这一点 近年OSTube也进发了另外一套新的软件 叫做VIMP VIMP是收费软件 但也同样有免费使用的非商业用途社区版本 VIMP的设计是基于PHP Symphony设计框架 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其他不同功能的模组程式 令到整个系统的设计更加灵活 而VIMP比OSTube更优胜的地方是 VIMP支援HTML5 令到iOS装置也可以播放VIMP的视频网页 如果你对以上这两个系统都有兴趣 可以去到这两个网址 浏览更多它们的资料和使用方法 www.ostube.de www.vimp.com VIMP